19岁那年,顾金燕哄着我偷尝了禁果 6年后,她如当年哄我那样 将年轻娇嫩的实习生暴坐在了膝上 所有人都以为,就算亲眼撞破她有别的女人 我也不敢提分手两个字 可这次,我忽然都腻了 到雨倾盆的夜,我拖着箱子离开 许久,顾金燕才漫不经心地打来电话 雨太大,你可以明天再走的 我微应声,贴在耳畔的手机,忽然被人拿走 下意识回头,却被她字后紧紧抵在落地窗上 通话切断时,沈宗年贴到我耳畔说 李曼,雨这么大,不如你今晚留宿我家 一,我推门进去时 顾金燕腿上正坐着个年轻姑娘 米色丝织衬衫,黑色衣布裙 秘书办实习生的统一装扮 略有些成熟之性,却被小姑娘穿得青涩 看到我,那姑娘瞬间休得不行 正着就要从顾金燕身上下来 可她只是了起眼皮,淡淡看了我一眼 手却抱得更紧了一些 别怕,有我呢,她顶着那张风流涕旁的脸 哄人的声音却温柔无比 恍惚间,我忽然想起我的19岁 她也是这样哄我的 哄我和她接吻,拥抱 哄我跟着她一起去酒店开房 哄我,不要怕,放心地把自己交给她 而如今,同样的话同样地温柔 却用在了更年轻的女孩身上 我忽然就笑了 顾金燕身上染着酒气 眼底蕴着一片迷离的醉意 李曼,你笑什么 我慢慢地脸了笑意,很轻地开口 顾金燕,我们就到这吧 二,说完,我不等她说话 也没去理会屋子里忽然安静的众人 只是将中纸上戴了五年的那枚肃圈戒指 轻轻摘下来,放在了顾金燕面前的茶几上 我转身向外走 顾金燕没有出声阻拦 再也没有起身追我 我们在一起五年 她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岗城新贵 而我,只是电视台不入流的小主播 所以,哪怕亲眼撞破她有了别的女人 但也没人相信,我会提分手两个字 关门时,我听到背后传来的说话声 慢慢解只是一时下不来台而已 燕哥,你晚上回去好好轰轰,不需要 顾金燕笑了一声 你们不如去问问她,她敢分手吗 这么多年,是我给她的落脚之地 是我给了她一个家 顾金燕气定神贤,又高高在上 她不敢,也舍不得 我攥着门把手,站着没有动 挺直了几倍,黑眼泪却又忽然滂沱 年少时因为她承诺给我一个家 所以孤苦伶仃的我才会被打动,沦陷 而数年后,曾经的承诺却成了今日自向我心口的利剑 果然,最亲近的人才最是知道如何狠狠地伤害你 算,我用了三天时间来在家中收拾行李 这三天里,很多共同朋友在旁敲侧击地问我 我都没有回复 只是心如止水地将自己的所有东西一一打包 最后要离开的那天晚上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整栋房子 确定连自己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 这才叫了车 搬家公司的货车将行李全都拉走后 港岛忽然下了暴雨 雷暴天,是我最惧怕的天气 年幼时,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双双临时的 而曾经,每一个这样的雨夜,不经验都会陪着我 我曾无比依赖 只是现在,不需要了 出租车载着我,驶入漫天瓢泼大雨中 我看着车窗上瀑布一般的流水 正在发呆 车子却忽然失控抛锚,骤然杀停 后方的车子来不及躲避,追尾撞上来 好在并不严重 我惊魂未定地向后看去 雨是那样大 那辆挂双排的劳斯莱斯 像是海上的方舟,静静折服不动 出租车司机骂人的话还未出口 就猛地紧闭了嘴 一把黑伞撑开 穿黑色商务正装的男人走下车 金贵的皮鞋踩入溪流一般的雨水中 走到我的车子边 雨伞遮住滂沱的雨 雨伞下露出男人冷峻阴挺的脸 我无比意外,错愕地睁大了眼 沈先生,沈宗年面无表情看着我 眼底渐渐漫出玩味,真巧 四,车子驶入沈宗年私宅的地库 司机刚下车 他就抬手捏住我的下颌 直接吻了下来 我吓得拼命躲闪,用力推他 可沈宗年直接扣住我的手腕 他的声音极冷 当初社局骗我时 想没想过有今天 我的手腕被捏得生疼 却又无言以对 只能喃喃道歉 对不起,沈宗年,对不起 不管当初我知不知情 是不是我本意 但沈宗年那次被算计 名声受损 却是实打实发生的事 别用这句话来敷衍我 李曼 上次我一根手指都没碰你 却背上一个强奸的罪名 那今日 不如就将这罪名坐实了 沈宗年抬手 失掉我纯枣的水字 我脸色惨白 正正然看着他 沈先生 别试图让我心软 他半条丝里地拉下我的肩带 你看很清楚 我一向面硬心更硬 我绝望闭了眼 想到那场持续半个月的风波 想到沈宗年这个名字 和强暴犯就此关联上 虽然事情被压下去 再无人敢提起 但当时因为这场风波 导致他名声受损 因此错失了一个大项目 而那个项目 最后落在了顾金燕手中 所以 就算这件事 本来只是个巧合 误会 但沈宗年也绝不会相信的 他这样的男人 又怎会甘心咽下这口恶气 不在这里好不好 我轻轻拽住他的衣袖 不抱希望的颤声球 求你了 沈宗年 沈宗年很淡地笑了笑 这些话 不如留着在床上说 无 其实最近这一年 我和顾金燕已经很少同床 以至于 我几乎要忘记了 男欢女爱的滋味 以至于沈宗年 还未和我完全契合 我就疼得忍不住锤打了他 又咬了他手臂一口 沈宗年 你先出去好不好 我全身都在抖 额上侵出了一层一层的汗 可沈宗年看起来也很不好受 他紧绷着脸 侯杰剧烈滚了滚 声音沉哑 看来 你男人不行啊 李曼 能不能别提他 我锤了眼眸 我和顾金燕已经分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沈宗年忽然定定 看了我一眼 而下一瞬 原本还寸步不让的他 却忽然后撤 抽身而出 我骤然松了一口气 攥着他手臂的指节 也下意识松开细许 可紧接着 沈宗年却握紧我的腰 凶残突起的火山 撞上烧熔滚烫的岩浆 我的指尖陷入他的皮肉 声音被撞得破碎不堪 窗外大雨如注 漫天喧嚣 掩盖了此刻房间内 所有隐匿的声响 凌晨时候 雨人未停 沈宗年抱着浑身湿透的 我来到落地窗前 手机忽然响起 一遍一遍 不肯停歇 却是顾金燕打来的 我颤着手指接听 你搬走了 他的声音半点情绪不带 我的指尖 贴着冰凉的玻璃 哑声音 是 什么时候 今晚 雨太大 你可以明天带走的 他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 如此的可笑 我还为应声 贴在耳边的手机 忽然被人抽走 下意识回头 沈宗年却已经将我紧紧抵在了落地窗上 他看一眼亮着的手机屏幕 贴在我耳畔 切断通话 雨这么大 李曼 不如你今晚留宿我家 我摇头 湿透的发黏在后背上 黑与白 带来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 沈宗年低头稳在我颈侧 再来一次 我没有拒绝 只是轻声问 两清 好不好 沈宗年眼底的情绪忽然就变得冰冷了下来 他笑了笑 手指钻住我的长发 想要两清 也可以湿透的长发 另一手扼住我下颌 将我的脸抬起 叶色沉沉 他的眼眸却比这叶还要深邃 那就让我坐实那个罪名 明白 这样才算两清 六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其实沈宗年手上并未用力 其实今晚之前的两次 我能感觉到他一直都有所收敛 若不然 我怕是早已思练受伤了 毕竟我们两人的身体差距实在太大了一些 他若是存了心 要出那口气 要坐实那个罪名 受罪的人只有我自己 也许是因为我们今晚 做了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事 而男人女人一旦跨过那条线 很多东西无形间就变了位 莫名的 我竟并未有太多的恐惧 就那样仰着脸看着他 甚至还笑了笑 沈宗年 那你就坐实吧 只是有一点 我微微点起脚 主动亲在了他唇角 我不想受伤 毕竟我的工作 需要出镜的 大约是我第一次主动取悦了他 他垂眸迎合我亲吻时 声音也成了几分 李曼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 什么选择 你主动一点 让我爽 也许我就放过你了 气 我瞬间睁大了眼眸 沈宗年这个人和顾金燕不太一样 他的风评一向不大好 上位这一路据说也不算干净 但近些年随着他的商业帝国 逐渐庞大 其人也渐渐褪去了身上的江湖气 我还记得去年他接受 财经报刊的采访时 金贵从容 沉沦内敛 甚至还有媒体人拍马屁 但他是一带如商 也因此 很多人几乎都要忘了 沈宗年不是世家豪门数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公子少爷 甚至十几年前 他还在码头混饭吃 他的骨子里 也根本没什么绅士风骨 怎么 沈宗年唇脚勾了勾 怕了 我摇头 却又忍不住咬了咬嘴唇 不是 是我不会 沈宗年唇早的笑意渐渐淡了 谈了这么多年恋爱 幸福了没教过你 我还未开口 沈宗年却又道 那天晚上 不是挺会的吗 我顺点脸胀的通红 当时我只以为是自己喝醉了 才会失态 可后来才迟钝的反应过来 我的酒里大约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 要不然 我就算喝得再醉 也干不出抱着男人不撒手 又要脱人家衣服这样的丑事来 当时我的酒里应该是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才会那样的 沈宗年唇眸看着我 脸上已经不带半点笑意 你没问过顾金燕 给你放什么东西吗 我有些错愕 沈先生 那件事只是个意外 但说完这句 自信的确也不免有些疑惑起来 当初顾金燕抢走那个项目时 我也想过会不会是他算计我 但当时我和顾金燕的感情还未曾破裂 人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偏袒自己喜欢的人 而现在 我和顾金燕已经彻底分开 所以 有些想法 忽然就开始改变了 沈宗年却忽然松开了手 他看到我的眼神 带着点半个惊心的异性阑珊 我去洗澡 说完就直接转身去了浴室 8 沈宗年从浴室出来时 我仍然站在窗边 雨下了一整夜 整个港岛都被漫天寥寥的水屋吞没 外面什么都看不清 我站在那里出神 沈宗年之后抱住了我 他身上还带个冰凉水气 我忍不住打个冷战 在想什么 想刚才说的那件事 沈宗年吃笑一声 你不如先想一想 怎么让我放过你 沈宗年 我没心情 可我话未说完 就被他低头狠狠稳住了 李曼 在我跟前 还想着别的男人 你是不是觉得 之前两次我对你太好了 他稳着我的力道 渐渐加重 可谋底却含着一片双血 我忽然有些害怕 此刻的沈宗年 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我从他的眼底 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再来这次 他不会再对我有任何的心思手软 沈宗年 求生欲让我放下了所有自尊 据说沈宗年年少时 就是因为心狠手辣 做事不要命 才会被一个大佬看重 从而平不清云 亦非成天的 他这样的人 不会将人命看得很重 我一边迎合他的吻 一边主动抱住了他的脖子 你刚才说让我主动 我是不会 但我会学的 你教我好不好 我一定会认真学 年长的吻结束 沈宗年才倾笑了想 好啊 就 跨坐在他肌肉结实的腰腹上时 我的脸已经胀红得不能看了 可沈宗年却又抬起手 将我垂落在胸前的长发 尽数撩到了身后 我死死咬住嘴唇 想要抱住手臂 挡住胸口 却又被他攥住了手腕 沈宗年 我正正望着他 眼底已经浑了泪 可他根本不为所动 李曼 沈宗年的声音一是一片疏冷 做都做过了 不用这样矫情的遮遮掩掩 还有 外面雨下得很大 你可以大点声 我含着泪摇头 我做不到 沈宗年 求你了 你别逼我 我真的不行 我低了头 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他胸口 我怕他生气 正着想要抽出手去擦掉 可他却钻得更紧了一些 十 沈宗年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那个 跨坐在自己身上默默掉泪的女人 她算不上绝顶美丽 身材也过于鲜瘦了一些 性格 也不是特别讨喜 动不动就红眼睛掉眼泪 她但凡哪句话稍微说的重点 她就像是受到了多大的惊吓一样 好似她随时都能弄死她一样的恐慌 还有一个刚刚分手谈了六年的男朋友 沈宗年的梅雨微醋 她没想过和这样一个女人扯上关系 但荒谬的是 强女干未遂那件事之后 她离谱地常常会想起那个夜晚 想起她拉她衣服 骑在她身上的样子 想起她扣住她手腕 不许她作乱 她委屈得眼泪直掉的样子 如果说是见色起义 这些年想往她身上扑的女人多如过江之计 脱光了 贴上来的也不是没见过 但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反应 甚至后来 她时常会后悔 那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顺水推舟 就干脆坐实了那个罪名 以至于 她觉得自己如今完全成了一个变态 让人24小时盯着李曼和顾金燕 在她从顾金燕家搬出来的一分钟开始 她就像是一个跟踪狂一样 跟上了她的车子 将李曼带走那一刻 她把一切都归咎于了自己的报复欲在作祟 可明明是想要报复她的 但却又忍不住的关心她的感受和体验 甚至之前那两次 她一直忍着克制着 根本没有完全放纵 饶是如此 李曼却还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就在刚才 还在帮顾金燕那种人渣开脱 其实她当时真的很想直接把她 丢到外面的大雨中淋得清醒透彻 但最终 却是自己去浴室洗了个冷水澡 沈宗年十分瞧不起这样的自己 她自小就觉得 一个男人怎么能被女人给拿捏住 她这次肯定不会再心软了 可李曼低着头掉眼泪的时候 她的心却又被她的眼泪给泡软了 沈宗年抬起手 威有些粗力的指腹 落在李曼饱满的唇上 她人生的娇小鲜瘦 但那张樱桃色的小嘴 却有着饱满的烧显肉感的唇瓣 卷上去的感觉是真的很好 以至于比起和她做 她好像更喜欢亲她 更喜欢惹哭她 弄脏她 十一 哭什么 沈宗年捏起我的下巴 我不得不抬起脸 眼泪却又磕磕滚落 我只是说你两句 你还什么都没做 沈宗年将我眼角的泪扶去 你就哭成这样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我当真强女干你了 对不起 我正正望着她 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 行了 沈宗年忽然只起身 又将我从她身上抱了下来 顺手扯过一边的宝贝裹住我 你现在不哭 我们就睡觉 我不敢置信 就那样撑大喊着泪的双眼望着她 傻了一般一动不动 沈宗年勾了勾唇 怎么 不想睡 我使劲摇头 立实闭了眼 沈宗年也先被躺下 我下意识的蜷缩了身子 想要离她远一点 可沈宗年 直接就将我拽到了她怀里 李曼 嗯 睡觉老实点 别乱动 不然挑起火来 你自己负责面 知道了 我老老实实躺着 一动都不敢动 直到沈宗年的呼吸区平稳 我才试探着 小心翼翼动了动快要僵硬的身子 可刚要从她怀里出来 沈宗年却翻身将我压在了身下 李曼 说了不要勾引我 我没有 我说有就有 黑暗里 沈宗年低头稳住我 她好似格外喜欢接吻 而这一次的吻 又是格外的绵长 等到切吻结束时 我才猛然察觉 不知何时 我与沈宗年早已深深契合 而这一次的体验感 明显和前两次不同 我有些恐惧地抓紧她的手臂 沈宗年 真的太深了 我怕得全身都在控制不住地站立 沈宗年皆是有力的手臂撑在我身体两侧 她俯下身 呼吸擦过我的耳畔 李曼 她到过这里没用 我只觉脑子里轰然一声炸开 眼底的泪绝滴一般涌出 却又变不出是生理性的愉悦 还是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的害怕惊惧 但抓着她手臂的手指已经绵软无力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大雨泡过的港岛 下一秒 就会被那强悍的外力冲撞得分崩离析 雨声喧嚣 昏暗的房间里 沈宗年忽然抓住我的手 贴在她小腹上 紧绷的肌肉上 全都是水痕 李曼 她声音沙哑低沉 却又带着燕族的一丝愉悦 你看 你比外面的大雨都厉害 我整个人昏昏沉沉 就如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随波逐流的一艘小船 她的话我听不懂 我只觉得自己这艘小船 下一秒就要被海浪撞碎了 港岛这么大的雨都没淋湿我 你却把我弄得浑身都要湿透了 李曼 你说要怎么赔 12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雨过天晴 沈宗年并不在房间里 我去了浴室 泡在浴缸里许久 脑子里却还是一团走 从浴室出来 将手机充电开机 无数短信和未接电话涌入 有几个是顾金燕打来的 我没有拨回去 只是将她的联络方式通通删掉了 之前请了假 这几天暂时不用去台里上班 搬家公司也已经将我的行李 都送到了新租的小公寓 不到20平的租屋 月租近2万 对于我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好在这些年 顾金燕对我还算大方 我也存了一笔钱 不用担心日常生活 眼下的麻烦就只有沈宗年 可下楼后 我根本没有见到他人 在餐厅用了餐 我试探着提出要走 沈家的庸人也没有阻拦我 反而派了司机 磕磕气气的送我回了公寓 我琢磨了一路 最后得出结论 我和沈宗年之间那笔债 应该是两清了 这个结论 让我不由松了一口气 两清是好事 毕竟沈宗年这样的男人 实在太难伺候了 只不过一夜 我就感觉自己对榨根掏空了 如果夜夜在一起 有小命都要不保 13 新租的公寓不大 我的行李也不多 不过大半天的时间 都规制妥当 一房一厅的小户型 我自己住是够了 虽然比不上顾金燕的 大平层豪宅 但如今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却也是安心的 下午的阳光很暖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梦里面又回到了 19岁那年 顾金燕哄着我 我们在酒店房间里偷藏了禁果 事后 我一直在哭 因为疼 也因为害怕 她紧紧抱着我 将一枚素揭套在了我的钟指上 慢慢 等你毕业 我们就结婚 我在梦里落了泪 可我心里很清楚 那泪不是为顾金燕掉的 而是为19岁傻乎乎的李曼 为那个渴望有一个家的 孤苦伶仃的李曼 14 将顾金燕的联络方式都删除后 她再也没有找过我 曾经的那些圈子 我也淡除 远离 所以有关她的消息 几乎就很少再听到了 假期结束 我回台里上班 却忽然听到了一个 很让我意外的消息 一向与我不太对付的 另一个女主播薛赵仪 竟然请到了 如今港岛新贵顾金燕上她的节目 整个台里都轰动了 毕竟几乎全港岛的人都知道 顾金燕这个人 从不参加任何节目 甚至连采访都从不接受 我坐在办公桌前 有些正愣 当初我的节目 因为档期太冷 收拾不佳 差一点被台里砍掉 那时候 顾金燕刚刚展露头角 因为生的英俊风流 十分受人追捧 台里领导几次想要 请她上节目 或者接受采访都被拒绝了 我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甚至只是求她 接受一次不露脸的书面采访 不会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 顾金燕也拒绝了我 可现在 她却要上薛昭仪的节目 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苛刻的条条框框 台里准备的问题 亦是涵盖面十分广 还有观众们最喜欢的感情问题 但她明明知道 薛昭仪和我关系很差 我们从毕业开始实习的时候 她就一心想要把我踩下去 顾金燕是故意的吧 只是我想不明白 她有了外心 有了新欢 我分手搬走给新人腾位置 她不是应该感谢我才对 想不明白 我也就不再多想 不管怎样 这也是薛昭仪自己的本事和运气 眼下 我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下午的时候 再次收到了 新晋影后经纪人的巨腰 我并不意外 毕竟 这档节目一直不温不火 能请来的嘉宾 多数都只是胡咖 慢慢 要赶紧想办法了 薛昭仪这期节目肯定爆火 到时候砍掉我们的栏目 就顺理成章了 我知道 我再想想办法吧 如果能把沈宗年沈大佬 请来就好了 当然 我也只是在做梦搭档叹了口气 又摇摇头 薛昭仪运气是真好 其实本来台里是打算砍掉她的栏目的 谁知道 她竟然请来了顾金燕 慢慢你说 她和顾金燕之间 不会有点什么吧 我想了想 薛昭仪应该和她没什么关系吧 但我很快被打脸了 下午时 薛昭仪收到了999朵红玫瑰 6点下班时 顾金燕的宾利就停在了电视台楼下正门口 薛昭仪换了一条很漂亮的抹胸裙 欢喜却跌上了顾金燕的车 15 晚上9点的时候 我刷到了薛昭仪的印子 顾金燕带她去的餐厅 是我最喜欢的旋转餐厅 照片上有三道菜 都是我的最爱 握着刀叉的男士修长的手指 中指上还带给一枚素圈戒指 我看了六年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是顾金燕的 我笑了笑 放下手机去洗澡 从浴室出来时 从前的一个朋友忽然打电话过来 我按了接听 耳边传来的 却是顾金燕的声音 李曼 她的声音有些微冷 染着明显的醉意 你搬回来 我就上你的节目 我忍不住笑了 顾金燕 我走那天就决定了 不会再回去了 李曼 你应该很清楚 如果我真的上薛昭仪的节目 你的栏目会被砍掉 你会失业 所以呢 顾金燕的声音忽然变得温和 我已经把那个实习声拍除了 还有 我没有碰她 李曼 你没有家人 亲人也都很疏远 你应该很清楚的 只有我才是你的依靠 顾金燕 曾经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现在 我已经不需要了 李曼 你不要这么任性 以后 不要再打给我了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朋友的电话 也被我放入了黑名单 那些朋友 本来也就是顾金燕的朋友 我们分手了 自然也就没了 再继续来往的必要 手机忽然又响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自然以为是顾金燕打来的 直接挂断 又拉黑 片刻后 又一个陌生号码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李曼 你在挂我电话试试呢 我有些正愣 回了一句 请了奶味 电话很快又打了过来 我迟疑了一下 接起 确实沈宗年的声音 李曼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是你的电话 那你以为是谁的电话 顾金燕 是 电话忽然就挂断了 我有些不明所以 但却也没有再打过去 迟到快睡着的时候 那个号码又打过来 李曼 开门 16 我的卧室很小 床更小 浴室也小得可怜 沈宗年喜安早进来 看了一眼我的床 眉头就皱了起来 我睡沙发吧 我站起身就要出去 1米2的单人床 睡他一个人都憋屈 沈宗年却直接关了卧室门 我是来睡你的 又不是睡床的 我的脸有点烫 你小点声 别乱说 这房子不革音的 沈宗年摘了浴巾丢到一边 他居高临下腻了我一眼 该小声的是你 将我压在床上时 沈宗年又说了一句 哭也小点声 免得隔壁听到了 以为我在强女干杀人 我实在忍不住 瞪了他一眼 你能不能别把这两个字 挂在嘴边上 沈宗年一边脱我的睡裙 一边很无所谓的勾了勾唇 还不是拜你所赐 我无言以对 只能闭嘴 床太小 施展不开 房子不革音 我咬紧了嘴唇 一点声音都不肯发声 沈宗年不尽兴 明天你就搬家 别住这里了 搬哪 更好的房子我租不起 港城的房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给你买套房子 沈宗年又低头问我 明天就搬 我刚要拒绝 沈宗年却又说了一句 你听话搬过去 我就上你节目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但有一点 采访的问题 由我提供 十七 沈宗年要上我节目的消息 第二天就在台里传开了 而更让众人兴奋不已的是 沈宗年的秘书 带来的那个核爆级别的重磅新闻 沈先生会在节目上 官宣一件喜讯 我能透露的只有一点 是感情方面的喜讯 台里的领导简直乐疯了 我的搭档也兴奋得不行 沈宗年这样的传奇大佬 平生第一次上电视台 参加直播节目 这比顾经验上节目 有看点一百倍呀 毕竟十几年前 沈宗年还在码头搬货呢 如今却是搅动港岛风云的大人物 谁不对这样的男人好奇不已 热闹退去后 我自己煮了一杯咖啡 坐在办公桌前 一个人发会呆 沈宗年要在节目上 官宣一件喜讯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应该和他的婚事有关 他的未婚妻会是谁 如今港城青睐他的名媛 不知反起 好几个世家大族 都有和他联姻的意想 沈宗年出身不大好 虽然如今事业有成 但愣起根基 还是比不上那些豪门大族 他应该会娶一个 诸身优渥的千金小姐吧 这一切自然与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昨晚 他说给我买一套房子 让我搬过去 所以是要我做他的情人 我虽然人为言轻 只是个普通微末的 电视台小主播 但做情人这样的事 我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哪怕他是沈宗年 哪怕跟了他 我就能一步登天 18 我没有搬到沈宗年 送我的那套房子里 第二日 又给台里递了辞职信 去决沈宗年 节目的是自然会夭折 我这次依然是 薛昭仪的手下败将 与其等着节目砍掉 不如自己辞职 但台里领导的神情 却有些古怪 李曼 你现在还真不能辞职 为什么 因为顾金燕 也要上你的节目 他推到了薛昭仪的节目 要和沈宗年 一起上你的节目 还要同一期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到底是顾金燕疯了 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错了 李曼 沈宗年那边已经同意了 而且顾金燕 也要在节目上 官宣一件喜讯 这消息要是放出去 那整个港城都要炸了 李曼 这可是天大的福气 这次节目播出去 你就一战成名一炮而红了 辞职信你 还是先拿回去 领导将辞职信息给我 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 明天就开始录被拨 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回办公室的路上 我遇到了薛昭仪 他的装花了 眼睛红肿 刚哭过的样子 见到我 他几乎恨得咬碎了银牙 李曼 都怪你这个贱人 都是你 你把我一切都毁了 顾金燕明令 是你男朋友 你去让他这样戏耍我 你安得什么心 怎么会有你这样恶毒的女人 薛昭仪像是忽然癫狂了一样 抓起一个花盆 就往我身上砸 我穿着高跟鞋 裸闪间差点被地毯绊倒 只能无助地抱紧了自己的头 可花盆没有砸在我身上 沈宗年不知何时赶来的 他挡在了我身前 那只花盆砸在了他的额上 很快就流了血 台里乱成了一团糟 薛昭仪被保安拉了出去 有人打了急救电话 我呆呆坐在地上 捂着沈宗年额上的伤口 鲜血从我的指缝涌出 温热 严稠 我的意识方才一点一点回笼 沈宗年 我正正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跟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也许是眼泪掉得太凶 沈宗年扯了扯嘴角 笑了 李曼 你又哭什么 十九 你别说话了 你在流血沈宗年 所以 我流血 你哭什么 我打不上来 只是看着他满脸的血 不停地掉眼泪 沈宗年被送到急救是缝针 我失魂路透 坐在走廊长椅上 直到他被护士推到病房 叫我过去 我看着他额头上贴着纱布 又缠了绷带 那样高大结实的一个人 如今躺在那里 脸色却有些虚弱的发白 疼不疼 我忍着累 小声问他 要不要喝点水 沈宗年点点头 又摇头 你坐这儿 我听话的在他身边坐下来 李曼 亲我一下 嗯 过来 亲我一下 沈宗年 你还受着伤 只是额头上受了伤 我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站起身要走 沈宗年却忽然滴滴身影了一声 我吓了一跳 赶紧过去 看他额上的伤 沈宗年却揽住我的腰 直接将我带到了他怀里 他仰脸吻了我 又肆无忌惮地深入 吻得越来越深 直到我气喘吁吁 李曼 你怎么这么好亲 沈宗年的手指 骂撒过我微肿的唇瓣 忽然又压低声音 说了句婚话 我瞬间红了脸 一把推开他 你想都别想 沈宗年很有些无赖地挑了挑眉 想想都不行了 想也不行 我瞪他一眼 无赖 流氓 骂得没错 13年前我本来就是个无赖 我不理你了 沈宗年忽然笑了笑 李曼 我受伤了 今晚你给我煮点汤吧 让你家庸人煮 说完 我其实就后悔了 不管怎样 沈宗年这伤是替我受的 我只会最简单的百合银耳汤 巧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道汤 那我晚上给你做 沈宗年唇角效益更深 好啊 那你晚上好好做 我总觉得他这话说的有点变味 但又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想多了 只是晚上我给他煲好汤 他喝了两大碗 就喊得头晕 让我扶他回房间后 我就知道 我根本就没冤枉这个 满脑子都想着做做做无赖 20 而那天晚上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 主动帮他脱衣服 洗澡 主动跨坐在他腰腹上 笨拙得一点一点将他吞掉 但我属于锻炼 体力不足 不过几分钟就耍赖不肯再动 沈宗年倒是没脑 也或许是受伤的缘故 今晚颇有些和风细雨的味道 但我很喜欢 到最后 我舒服的在他怀里睡着了 连怎么洗的澡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 沈宗年还在睡 我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 又想了很多事 原本在知道他即将订婚时 我就决定 不会再和他纠缠不清 可昨天他因为我受伤 这一夜 就当我们扯平了吧 好像从一开始 我和沈宗年之间 不是在想着如何两清 就是在考虑怎么扯平 但不管怎样 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我没有叫醒他 去洗了澡 又离开了沈宗年的别墅 薛昭仪被警方带走了 可能要面临拘留 我再次提交了辞职信 从台里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顾金燕 李曼 他叫住我 站在夏日明媚的阳光下 依旧英俊而又风流 可却再也不是我曾经爱过的样子了 你要辞职 是 你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确实很喜欢这份工作 只是如今 也确实有些心理交瘁 没有后台 不肯接受潜规则 那我就只能坐冷板凳 而要依附于男人往上爬 那就永远落人画饼 低人一等 不做也好 我本来就一直不赞成你出来工作 又辛苦 薪水又低 顾金燕走到我面前 做全职太太不好吗 当初我刚赚到钱的时候 就和你说过了 我不希望我的太太出去奔波辛苦 如今 既然你辞职了 那就跟我回家吧 慢慢 以后我来养你 她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 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和那个实习生暧昧过 没有和别的女人上过床 我们根本没有分开过一样 太阳渐渐刺眼 我不由眯了眯一眼 觉得眼前的顾金燕 怎么就能面目全非到这样的地步 我抽出了手 顾金燕 我们早就分手了 慢慢 好了 我知道上次让你生气了 但是过去这么久 你的气也该消了 我不是在生气 我心平气和地望着她 顾金燕 我是认真的 她脸上的笑意 终究还是一点一点地消散了 李曼 你已经25岁了 不要这么任性 孩子气 没有工作 离开我 你以后怎么再党成生存 见我不说话 她又放缓地声调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和我结婚 想要一家吗 李曼 婚房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 白家到那边的山顶别墅 就按你喜欢的样子去装修 布置 好不好 我想要拒绝 只是话还没说出口 沈宗年的声音忽然在不远处响起 所以 李曼 你不肯搬到我送你的房子 是因为他给你的房子比我的大 21 沈宗年就那样靠在车上 嘴角咬着一支烟 一副魂不吝的无赖样 他头上的伤大约是碰到了 绷带上浸出了一片鲜红 我瞬间就皱了眉 你现在不能抽烟 沈宗年抬手摘了烟 却也不掐灭 不过据我所知 白家到最大面积的山顶别墅 是我买下的 他买的那一栋没我的大 李曼 你可想清楚了 别捡了芝麻丢西瓜 顾金燕的脸色一片铁青 沈宗年 你什么意思 沈宗年他们的贪手 这不是很明白吗 给我女人送房子呢 你女人 顾金燕书然咬紧了牙关 她什么时候成你女人了 沈宗年却笑了 这不是当初你自己 把她送到我身边的吗 顾金燕脸上的神情骤然变了 沈宗年却也没有再和她废话 当初李曼喝过的酒和饮料 我都让人妥善放好 现在全部送到了警方那边 顾先生 如果你是冤枉的 那法律自然会还你清白 但如果你真的是罪魁祸首 那法律也绝不会饶过你 我也不会饶过你 沈宗年掐灭了烟 警方的车子此时也已赶到 她不再多言 越过满脸颓然之色的顾金燕 走到我跟前 李曼 我已经做了将近五年的好人了 现在 我可以喜欢你了吗 22 我舒然睁大了眼 燥热的风吹过 几乎完全湮灭的记忆 忽然间呼啸而来 是刚刚在海难中失去双亲的少女 是在码头靠血汗混一口饭吃的混混少年 原本不该有交集的两个人 忽然就因为那场变故有了交集 惶惶不安的少女 为打架中受伤的少年擦拭脸上的血 又将自己书包里的卡通创口贴 贴在了她额上的伤口处 少年明明呼呼间 抓着她雪白的裙摆不肯放手 心软善良的她 就抱着她坐在脏细细的底上 一直没有离开 后来他们分开时 少年问那个单薄瘦削的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后可以去找你吗 能喜欢你吗 女孩把书包里的创可贴和零钱都塞给了她 文言也只是鸣嘴一笑 那你要做好人啊 打架斗殴的男生不可以喜欢我 我也不会喜欢她的 做了好人就可以喜欢你吗 当然啊 对人喜欢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 她对她摆摆手 我要走了 以后都不会再来这里了 她失去父母 要去亲戚家借助 要离开这里 去新的学校 开始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生了 后来长大了的她 早已忘记了那件小事 她也遇到了喜欢的好看的男生 傻乎乎的就交出了真心 而在慢慢的时光长河里 却有一个人 没有一分钟忘记过她 没人知道她吃了多少苦 才走到今日 才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好人 可那时候 她心里的人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可就算如此 她也没有想过 去找别的女人 去喜欢别的人 直到那天晚上 直到那场意外发生 其实那样拙劣的手段 她这种经历无数风浪的人 一眼就看穿了 但当时她心里所想的 却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让她受伤 不能让她难过 所以那口气 她硬是咽了下来 她没去报复顾金燕 直到一直跟踪她的人 说她在收拾行李 要从顾金燕的房子搬走 直到她亲眼看着她 拿着箱子离开 她一秒钟都不愿再忍 再等 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 23 是 你 几乎模糊的记忆 一点点复苏清晰 而眼前的沈宗年 和那个留着寸头 手臂上有纹身的少年 无论如何都无法重叠 你的纹身 早就洗掉了 只是那时候没钱 留了疤沈宗年卷起衣袖 让我看她的手臂 确实还有几片清楚的疤痕印记 李曼 你还没有回答我 沈宗年的神色认真无比 你确定你现在是好人了 哪家的好人会像你这样 沈宗年微微皱了皱眉 李曼 他上前一步 直接低头稳住了我 还是亲你的时候最乖 青天白日 人来人往的 我伸手要推开他 他却又捂住头上的伤 失吟了一声 李曼 我伤口疼 我历史下的不敢动了 沈宗年心满意足地 吻了我好一会儿 又开口 这样还帮我煮汤好不好 你想得美 李曼 你怎么满脑子 都是不健康的东西 我只是让你帮我煮汤而已 根本没有别的意思 沈宗年特别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不免有些怀疑起 自己是不是真的死想龌龊 当真 沈宗年特别认真的点头 我半信半疑上了他的车 煮好银儿百合汤 他又喝了两大碗 然后借着受伤头晕 骗我扶他上楼 这一扶 就扶到了床上去 被他抱坐在身上时 我抬手制止了他 沈宗年 你之前说要官宣一件喜事 是什么 有些是我总要问清楚的 毕竟就算我对他有些动心 就算我们小时候有断渊源 但我也不愿意去做第三者 欠不得光 如果他真的要娶别人 那现在断了 也不会太过伤筋动骨的痛苦 沈宗年躺在床上看着我 皱了皱眉 李曼 我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问这些 我向下啼了一眼 不由吞了吞口水 但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 有些问题是必须问清楚的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现在就走了 沈宗掐住我的腰 直接将我摁了下来 还能是什么 我二十八了 自然是想结婚 和谁结婚 和那个十个多年 第一次见面就扒我裤子的女人 沈宗年 我气得扑过去 想要捶他 沈宗年笑着看着我 没有躲 让我打了他好几下 打够了吗 他慢条斯里坐起身 很轻的一巴掌落在我臀上 现在该我打了 沈宗年 我气鼓鼓瞪着他 沈宗年却低下头 很温柔地稳住了我 李曼 我喜欢你 很多很多年了 全玩完